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那个苏念妇人她的孩子 怎样死的时候 这个以丽莎叫她从死里复活 刚才我要讲的就是她为什么去找以丽莎 有一句话一直想不起来 后来有人提醒我 其实她就是售后服务 你既然把这个孩子给我 你要保证服务的那个替她把它弄好 所以最早的售后服务 就这样呢 以丽莎就眼对眼口对口手对手 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这是表示一个生命的传递 她是一个有生命的人 她愿意把这个生命传递 当然以丽莎在这个时候是求神 让她的生命也能够使这个小孩子得到这个生命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知识 当然这些知识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有句话 她祈祷耶和华 她向上帝祷告 上帝才是真正生命的源头 所以这段的圣经其实是让我们看见 神是复活的主 那使人复活是我们的信仰里面最独特的 基督教的信仰跟所有的宗教不同的 就是在复活 所有的宗教都没有谈到复活 他们谈到轮回 他们谈到死后的世界 他们谈到灵魂的这个不灭 但是基督徒却谈到复活 所以从就业里面就看见圣经其实渐渐渐渐的 要向我们启示关于复活的真理 那从就业到信业复活是贯穿全本圣经的 所以我们先看到就业的复活 大家想一想 其实在这之前 以利亚曾叫什么 撒勒法的寡妇的儿子复活 对吗 所以这是在整个就业历史上 第一个复活的个案 那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以利沙 苏念妇人之死 这是第二个复活的个案 那第三个复活的个案在哪里呢 那恐怕这个不容易想得到 不过以后我们会读到的就是 以利沙的骸骨 有人碰到以利沙的骸骨 就什么 活过来 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复活的这个真理 那这是不可能是人的作为 那纯粹是生命的主 所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信的神是永活的神 是生命的人头 在旧约已经有复活的记号 那到了信约的时候 我们读到更多关于复活的 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叫一个 拿阴臣寡妇的儿子复活 还有呢叫亚鲁的女儿复活 还有叫拉萨鲁复活 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自己呢 是唯一的他死了复活 而且什么 不再死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是在 主在十字架断气的时候 很多人什么 复活 所以许多的时候 这些人复活了又再死了 还有彼得曾经叫一个 叶帕的女徒 叫做多加或者大彼大复活 对吗 那还有保罗曾经叫一个 特罗亚的少年 幽推骨 他从什么 幽推骨怎么样 复活 幽推骨怎么死的 他听到的一半 睡着了蝶死的 所以他蝶死 这个保罗叫他复活过来 所以你听到蝶死 我们敢把你叫他活过来 这样子 但是当然当时候 为什么会他听到蝶死 你要了解当时候 他们可能房间很拥挤 他们点的那些油灯 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沉闷 那可能他就这样蝶死了 但是给他复活 所以我们就看见 复活的生命在 我们的信仰的里面 但是复活的概念是什么呢 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想 复活是这个旧的身体 活过来 不是 当这些人旧的身体活过来的 他们还要什么 还要再死 我们的真正最后的复活 就是这个身体 不会什么 不会再死 那是一个荣耀的身体 就好像接受基督复活的后 那个荣耀的身体 就不再死了 荣耀的身体 跟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不一样 所以你去读 格林多 这个前书十五章 很清楚的描写 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想想看 如果你是这个旧的身体 死了复活 你要还是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因为复活了之后 还有近视眼 复活了之后 还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上帝给我们 那个荣耀的身体 那个是 不会再死 不朽坏 不衰残 不羞辱的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所以神其实通过旧约 到信业一直传达 一直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这个最重要的真理 这也就使到我们 跟其他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见上帝 通过以利沙来帮助我们 你看见 不论我们贫穷 他使我们变成丰富 无论面临什么问题 我们相信主 又寻求他旨意的人 是不会蒙羞的 我们的神是拯救的神 他的能力无限 所以为了拯救他的百姓 他愿意把空气敏装满油 他愿意使死气的孩子复活 他的的切切的 如保罗所说的 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愿我们在一切 所需要的事上 信靠上帝 拯救的大能力 相信只要我们信靠神 唯一的结果就是 得到神的拯救 先从身体的复活 谈到灵性的复活 以后就回到荣耀身体的复活 我们接着下来要看的就是 继续的以利沙帮助 她的这些门徒们 解决生活的问题 38节 以利沙又来到寄甲 那地正有饥荒 先知门徒坐在她面前 她吩咐仆人说 你将大锅放在火上 给先知门徒熬汤 那这一节圣经给我们几个属灵的功课 第一 上帝的耳里没有特权 但又有神的统在 你看见神的耳里 他们也面对什么 饥荒 在当时候大环境有饥荒 他们的生活也有饥荒 只是不同的地方是 上帝跟我们同在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人 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我们也有人生的困境 我们有人生的问题 我们有人生的困难 但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跟世界上的人 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 上帝跟我们同在 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 就好像这些先知门徒 当年这样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外在的环境 并没有影响这些先知门徒 他们没有因为什么 他们没有因为饥荒 他们就离开了 他们仍然在先知的学校里面 他们没有因为饥荒 就觉得我们应该去别的地方 来寻找这个生活 他们没有 他们继续留在先知的学校里面 我们也看见 以利沙跟他们在一起 神的仆人愿意跟先知 门徒一同的挨二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 他可以去 他可以到这些 君王的地方去 那里一定有食物 但是他没有 他跟他的先知门徒的学生 在一起 那以后他就叫 那个仆人 这个基哈西来熬汤 那你可以看到 服事神有时候很高 有时候很低 高的时候 基哈西参与叫死人复活的什么 死功 虽然他放了那根杖 没有果效 不过后来以利沙来的 他还是复活的 他可能这样子想 我或许多少有一点点功劳吧 他毕竟参与了一个复活的工作 这是很荣耀的 跟着以利沙 服事主是很喜乐的 很欢喜的 所以他参与荣耀的工作 但有时候就很低 他需要煮水熬汤 来服事什么 先知门徒 那我们的服事就是这样 有时候人看来在很高的位置上面 但有时候就要做什么 很卑微的事工 那上帝的仆人 都必须能够高 也能够低 不是一味的 只能够做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 但是很多时候卑微的事情 我们也得要去做 他们遇到饥荒了 39节 有一个人去到田野 现在就是找那个菜 一见一颗野瓜藤 就摘了一朵野瓜回来 切了鸽在熬汤的窝中 因为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是很危险的 所以弟兄姐妹 不知道什么东西要问 不要不知道就哪来吃 就算你很饿 也要知道它是什么 那你再想想 在这个大饥荒的时候 还会捡到的东西 一定不是好东西 因为在大饥荒的东西 所有可以吃的已经怎么 给人家捡光了 所以如果你捡到一些好的东西 你不太可能会有好东西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一定有问题 我们开车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有时候找停车位很难 特别越热门的地方越难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 要吃东西 我们就到了之后 绕绕绕才找到停车位 但是有一次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很难找到停车位 那天很多停车位 我一面停一面高兴一面害怕 表示什么一定有问题 果然那些小饭中心清洗 难怪有空位 如果没有清洗 找不到车位 同样的道理 他找到这个锅 他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一定有问题 所以圣经说他拿去熬汤 倒出来给众人吃 吃的时候都喊叫说 神人啊 窝中有致死的毒 所以众人就不能吃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学会分辨呢 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知道是什么 这是危险的记号 任何的东西都是这样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一定要弄清楚 思维也 思想也是这样 属灵的经历也是这样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不要轻易的尝试 因为我们真的 不知道他会带来什么结果 结果那个就造成有毒的汤了 以利沙就说拿点面来 就把面撒在锅中 倒出来给众人吃吧 锅中就没有毒了 那面可能有综合 那个毒素的作用 那这可能是一种尝试 但更多是一个神迹 神借着面来使到那个汤 变成没有毒的汤 这里这段的经文 要教导我们什么呢 那这段的经文其实 在属灵的意义上 我们都知道 主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必命饥荒在地上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 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哪应不听耶和华的话 在阿摩师书八章十一节 我们今天或许身体上 不会意见饥荒饥渴 但属灵上可能会遇到 属灵的饥荒 所以有时候属灵饥荒来的时候 表示什么 表示因为人厌弃上帝的话 所以神的话就不多传讲 在这个地面上 所以因此人听不到神的话 但是人是需要的 我们饥渴 我们需要听上帝的话 所以因此有时候 我们就到处去乱听了 你到处去乱听了 就是有毒的什么野瓜 那错误的教训 所以弟兄姐妹 我知道现在我们活在一个 很蒙福的时代 这个时代叫做 网记网络的时代 所以你可以在网上听见 各种各样的讲道 我也知道弟兄姐妹很喜欢听道 有时候礼拜天你听了不满足 因为可能太短 那可能你觉得 这个讲给你讲的 不能够满足你 所以你开始在网上搜索 各样的东西来听 那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好的 但是很多的时候 你不知道是什么 你就听了 但很有可能是错误的教训 不是一下子你能够分辨出来的 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一听就会分辨 没有这么容易的 所以刚好你听到的是不纯正的 有些不纯正是隐藏在其中的 听啊听啊 渐渐的你就接受了 所以这就变成什么 有读的东西了 错误的教训在你里面 特别是今天 你不一定可以找到人来问 这有些思想 你就接受了 有些想法看法 你就同意了 渐渐的就怎样 你其实也在改变了 你不知道 所以因此我们说 长处食物有毒 我们需要有分属灵的什么 分辨力 那有要属灵的分辨力 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 所以我们要熟练上帝的话 我们才能够分辨 所以当这些有毒的东西 你怎么去把它清除掉呢 你需要灭 其实你需要纯净的道 所以纯净的道可以解读 所以每次你听见一些东西 如果你觉得怪怪的 我告诉你它一定有问题 所以同样的 你要回到圣经的话来分辨 圣经怎么说 你的经历很特别 你也要回到圣经的话 来判断你的经历 不要凡是你以为经历 那一定是最好的 那就是对了 不 如果跟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 你要放弃这些的经历 因为圣经给我们最清楚的引导 所以这件事情呢 在当时候是指着 在当时候的实际的生活 但背后属灵的意义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 在聆听上帝道的时候 让我们常常有纯净的道 学会分辨 你在上课 我想就只有这个目的 你要学会主的道 以后可以分辨 对错 是非 黑白 这是一件事情 那42节开始 又谈另外一件事情 有一个人从巴黎 沙利沙来 带着初熟大麦做的饼 20个 并新会子 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 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 那其实这是一个人 他初熟的果子 要献给神跟祭师们 所以他就给了这个神人20个 那么要送给神人 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吧 以利沙知道 这个门徒的需要就分给门徒 但是20个够不够呢 当然不够 仆人说这一点岂可摆给100人吃呢 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众人必吃了还剩下 所以众人 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吃的果然还剩下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那我们知道这是最早的什么 一点点的这个饼 叫很多人吃饱 叫多少人吃饱 100个人吃饱 你记得耶稣行同样的神迹 对吗 耶稣给多少人吃饱 5000人吃饱 以利沙的能力跟耶稣的能力 你就看出来了 以利沙的能力就是100个人吃饱 但是耶稣基督的能力是什么 5000人吃饱 上万人吃饱 虽然是同样的 仍然是有不同的层次的 但是无论如何 他都在讲一件事情 那慷慨着神 神的供应超过人所需的 而上帝的话绝对不会落空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 这几件事情 饥荒也好 这个变饼给100个人吃也好 都在谈到我们面对的困难的环境 生活中总是 有时候会来到困难的环境 我们看见先知门徒 所表现出的是什么呢 大家要同心一起的挨过 在这些门徒没有人逃跑 每个继续的什么 在先知学校里面 忠心 大家一起的度过难关 基督徒面对困难的时候 那特别如果这个外面的压力 越大的时候 里面越要什么 童心 使徒行传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当福音传开的时候 就受到避害 所以当时候犹太教避害基督教 所以很多人信耶稣就怎样 就失去工作 信耶稣就怎样 变得贫穷 信耶稣就生活没有了着落了 所以他们用什么方法 他们就一起的生活 就叫做凡物公用 所以那段时间 就是大家一起怎么样 同心一起挨过的 所以那段时间过了之后 当逼迫过去的时候 他们又恢复怎样 个别的正常生活 但无论如何 大家一定要同心一起挨过 我们如果碰到困难 大家坐鸟寿散的话 那就被打败了 所以信徒在这个地面上是如此 你的家也是如此 当你的家庭面对困难的时候 一定要同心挨过 你不能够各自支离破碎的 以支离破碎的话 就被瓦解了 任何的群体都是如此 第二 我们看见大家要尽力 分工合作 你可以看见他们怎样 他们有的去找食物 有的去熬汤 有的去做这个 有的是把他拥有的 拿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在困难的时候 大家一定得尽力 你有一定的力量 力量虽然不大 但是我们一定要愿意把力量拿出来 如果大家都把力量收起来的话 那就等于什么 我们自己自寻死路 教会也是如此 家庭也是如此 大家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 分工合作 当然更重要的 大家要有信心 我们要信靠上帝 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度过 所以这整个第四章 从以利沙帮助那个穷的寡妇 到这个苏念的妇人 到两件神迹 都在说明上帝在他们的当中 帮助他们 不论那个环境是怎样 不论情况是怎样 神是乐意施恩于我们的神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最大的 在人看来的就是死 神都胜过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特别提到 小事 记得吗 在神来说都是什么 小事 所以为什么 因为神伟大无比 你的神很大 你的事就很小 你的神很小 你的事就很大 所以你信神是信伟大的神 还是你信的神是小的神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神太小了 我们自己信的太小了 但是神是超过 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所以我们就结束了第四章 我们就进入了第五章了 第五章就讲一件 大家很熟悉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将军叫做乃曼 他得到医治 第一节大家一起读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 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 他又是大能的勇士 只是长了大麻风 这样的一节经文 就介绍了乃曼 乃曼是谁呢 你可以看见 圣经几个字 就把他整个身份背景介绍出来 乃曼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元帅 你可以从这里读到他是一个受尊重的元帅 而且被王宠爱的高官 那么你也看见他 圣经提到他功臣名就的名将 那他还是一个身怀竭技的什么 勇士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 样样都好 对不对 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了 他自己也应该很满意 就好像今天一个人坐在高的位置上 他可能是国防部长 他可能是一个将领 他名利地位成就 人宠爱一生都有 但是这节经文的下面那一句就不好了 他说什么 只是长了大麻风 这个指示党 当然这是一个什么 一个致命的打击 这个致命的打击 就是他的完美完全有了很大的窃限 其实他在描述什么 他不是在描述乃曼 各位他在描述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地面上你不管有多大的成就 你可能像这个乃曼这样 甚至你可能坐在高高的位置上 但永远有一件遗憾的事情 就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样样都好 但我们都什么都会死 而且死了不知要往哪里去 所以这就是福音的需要 乃曼需要福音 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福音 是的 不管你多好 你都知道死是一个事实 死是罪的关系 罪是一个事实 我们将来在这个世界结束后 要到哪里去 这些都是一个事实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得什么 一定得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再好都是什么 都是遗憾的 但是很可惜 世界上的人没有看到 他们只看到我的样样都好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那个 终究一死 死了要如何 所以乃曼也是这样 他患了大麻疯 大麻疯在古代的社会 是一个很可怕的病 当然他可能是刚刚出发的初期 所以他没有被隔离 只要再过一段的时间之后 他就要被隔离了 所以会非常凄惨的 他虽然样样都有 但这些东西不能救他 第二节我们读 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 从以色列国乳了一个小女子 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七号 这里提到一个被鲁的小女子 她是一个以色列国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 她是一个在被宠爱的年纪 就遭遇家破人亡 你读过去的时候 很简单被鲁的少女 想想她 那个时候她是应该被父母宠爱的 但是因为这场战争 成为什么 家破人亡 她自己在悲惨中沦为什么 沦为奴隶 那可能父母死了 可能在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 亲人都没有留下来 就剩下一个 又自己沦落作为奴隶 那乃曼是一个大人的勇士 但神让他长得大麻风 所以这对乃曼非常的羞辱 那圣经告诉我们 介绍了这个小女子后 第三节我们读 她对祖母说 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 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 那这小女子是不是很可贵啊 是的 讲这句话的小女子 她很可贵 为什么 第一 因为她的信心很坚定 你看见她是一个亡国奴 但她在那里没有苦毒 她在那里没有满厌 她相信既然是神许可 那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 所以她相信神的安排是最好的 所以她信神的安排 所以她很安定的在那里做什么 做一个奴隶 而且她的盼望很真实 她化悲伤为什么 力量来服侍她敌人的什么 的妻子 她一方面服侍敌人的妻子 因为她有盼望 她知道她的国家会灭亡 她的神不灭亡 她的国家会打败仗 她的神不打败仗 所以她存着盼望 盼望使她重新振奋起来 虽然是一个悲伤的奴隶 她变成一个什么 很有盼望的人 所以她甚至可以给什么 给人盼望 所以她的爱心很彰显 她爱仇敌如同自己 她知道这个元帅 这个元帅就是带领军队 打她的国家的 这个军队元帅就是她的敌人 但是当她看到她长大麻风的时候 她产生什么 她产生悲 她爱她的仇敌如同自己 告诉她 我们撒玛利亚有个先知 她能够医好她 你看见 她这个整个生命的尊贵就在这里 她没有在这里苦毒 她没有在这里高兴 死得更好 或者很高兴 你们就是这样邪恶 所以现在会长大麻风 她也不这样子想 她想要怎么样子的来帮助她 所以很难得的 圣经中这个小女子 她叫什么名 不知道是吗 就把你名字放进去了 圣经中凡是没有名字的 就是让你放你的名字进去 就让你做这个 好像这个小女子这样 我们生活中有时候 很多时候 生活中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可能生活中有很多波折 但你要相信 上帝许可 让我们在生活中的这些波折挫折 所以我们不要因此而变成苦毒 悲伤 满怨 好像整天一一不得志 这样 或者很多的怨缘 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盼望 化悲伤为力量困难再大 我们要靠着主去得胜 然后我们要产生爱 主教导我们去爱人 这是自己的经历不好 但也怎么样 我们学会去爱别人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操念跟成长 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的盼望 我们应该成为这样子的 在这种艰难的当中 仍然站立得稳 但是感谢上帝 神其实给我们的 是比这个小女子的更加更容易的担子 我们不像这个小女子 有这样多的挫折 但是如果你有的话 也不要因此灰心丧之 那这个小女子就告诉她的主人说 如果她去找撒玛利亚的先知 那么她会得医治 想想看 如果你是乃曼的话 你听到被你辱来的小女子建议 你去找撒玛利亚的先知 你的反应会是怎样呢 如果有一个你的女佣告诉你 我们菲律宾有一个神医 你去找她吧 你会怎样呢 或者你的问题是 你的印尼女佣跟你讲 我们在印尼有一个人很厉害的 可以帮助你 你会怎样的反应呢 所以 人可能的回应是什么 人可能回应就是 心理刚硬 我何必要去呢 我做一个元帅 我有我的这个力 我有我的把握 我何必要去呢 但是也有可能心里好奇 我去试试看吧 反正试试看 也模仿 心里相信 或许有先知 所以困境 都可能使人产生这三种 刚硬 好奇跟相信 但你看我们传福音 很多人请他来听福音 他也是这样 刚硬 我为什么要去听福音 但是如果他好奇的话 他就来 对不对 但是更重要的 如果他说我去听听看吧 或许真的是这样 但是很可惜 很多人连试一试 他都这样 他都不愿意 但是这个 这个乃曼呢 他毕竟是一个 有见识的人 他知道 我不去 我得到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没有好奇 我根本不知道 我没有试 我不知道 我就去试试看吧 所以他就带着这样的心理 所以第四第五 我们读 乃曼进去 告诉他主人说 以色列国的女子 如此如此说 亚兰王说 你可以去 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 于是乃曼带银子石他连德 金子六千舍刻了 衣裳石套就去了 且带信给以色列王 信上说 我打发成普乃曼去见你 你借到这信 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 所以他们带礼物 乃曼带多少礼物呢 银子石他连德 大概三百四十公斤 很有钱 富很有钱的 三百四十公斤的金 还有呢 银子还有金子呢 六千舍刻了七十公斤的金 银子三百四十公斤 当时候 按利用 二他连德的银子呢 就买了一座山 撒玛利亚山 在山上造成 记得吗 所以他有十他连德 可以买五座山 你可以想象 非常的富裕 所以他就从亚兰 要下到撒玛利亚来 这个路 他要下来 他要去见 这个仙子 他们得到亚兰王的知识 所以他们用什么办法呢 他用钱解决问题 他想带钱去吧 有钱 好办事 有钱可以使 使人推磨 使鬼比较难 所以 鬼会用钱叫你推磨 所以会使人推磨 还有呢 用权力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他写了一封信 他签了名 告诉他 用亚兰王 当时亚兰的势力很强大 所以要压制以色列 你用权力解决问题 当然你要医好他 如果你不医好他 我就什么 我可能就开兵进来了 武力解决问题 这是人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他就带着这些 钱武力权力进来 第七节一起读 以色列王看见的信 就是施裂衣服 说 我岂是神 能使人死 使人活呢 这人静打发人来 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 你们看一看 这人何以行谢 攻击我呢 所以以色列王 施裂衣服 为什么 他看到的信 招了 他想 他以为这是八国联军的计划 要打一个国家 总得找一个什么 借口 八国联军是这样打进来的吗 所以他说现在 他竟然要打进来 但是你看见 他施裂衣服 表示什么 他很 没有办法 但是他自己忘了 他们有一个先知 他竟然没有想到先知 反而是先知自己怎么样 主动帮助他 他说我现在给你 这个是亚兰门 我现在给你一个使命 你把我元帅的麻风病医好 你如果没有医好 我就给你这么 如果我给你这么多的钱 都没有医好的话 我就会打你 所以以色列王反应表示什么 他显示这个国家的信仰破产 他只会撕裂衣服 挨酷 什么都不会做 其实他有个先知 他没有去找 他忘记了耶和华师 他忘记了神的先知 所以我们有时候碰到困难 不要因为碰到困难 就撕裂衣服 碰到困难的时候 要想到上帝 要祷告 要仰望神 各样的困难 苦境带到主的面前 这是基督徒的 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有祷告的权柄 第八节 神人以利沙听见 以色列王撕裂衣服 就打发人去见王 说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 太可惜了 那件衣服这么美 你不需要撕裂衣服的 可使那个人到我这里来 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 奇怪 他不是说 可以使那人到我这里来 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为什么他没有高举神呢 为什么他特别提到先知呢 我想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就是当时候 很多很多的假先知 所以在这里他要强调的是 以色列有很多很多假先知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什么 真的先知 就表示 假先知服侍的是假神 真先知服侍的是真神 所以你看神仍然怜悯 让以利沙触手相助 这是什么难处呢 其实是小事 不用担心的 所以就说你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如果他来的话 第九节 第十节我们读 于是乃曼带着车马 到了以利沙的家 站在门前 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 对乃曼说 你去在叶旦河中沐浴气回 你的肉就必敷原而得洁净 那以利沙也没有借鉴原帅 他只吩咐一句话 去叶旦河 喜气吃 喜气吃 就是一句话 没有见他 为什么不借鉴他呢 因为他是来医病的 不是来拜访的 他是来医病的 那借鉴他干嘛 而且他不必借鉴先知 一样可以得什么 得医治 同时他是见了今王用钱 用权用力 但是见神的先知 不是这种方式 所以以利沙不借鉴他 其实也是让他怎样 让他学习一下 你得谦卑 你不要以为有钱 有权 有利 王要见你 先知未必要见你 人要见你 神未必要见你 你来到上帝的面前 更要是什么 要谦卑 所以见神的人都必须什么 谦卑 这一点我们要记得 所以他们以为他有权有势 他见不到什么 见不到以利沙 他只听见一句话 吉哈西对他说 你去叶旦和喜气吃吧 就这么一句话 人也没有出来 也没有跟他say hello 有没有打招呼 他是元帅 他是高高在上亚兰元帅 他带什么 很多钱来 这些都造成他那一种 他来的时候是一个很高昂的心智来的 但他忘了他是来求帮助的 他忘了他长大马蜂 所以十一节 乃曼就发怒走了 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 站着求告耶和华 他神的名 再换出椅上 摇手治好这大马蜂 他想象他应该会出来 奉约身边 然后做法 做各样的事情 在他身上 其实他就发怒要走了 其实乃曼没有叫大军 把以色列家移为平地 杀掉以利沙 其实也是很稀奇的 但他决定要什么 要走了 然后十二节 他说大马色的河 亚巴拿和法尔法 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 我在那里沐浴地不得洁净 于是他气愤愤地转身去了 那我们问乃曼为什么发怒 因为他心中有个骄傲作祟 我是元帅 我是亚兰军队的元帅 你竟然这么对待我 他觉得他应该借鉴他 第二 他错误的神学作祟 他以为这个一定得什么 得来按手 得来行一些法术 那才能够得医治 讲一句话就得医治 他从来没有听过的 叫他去 约旦和喜气回 他从来没有听过的 他讲不可能的 以他的神学的观念 就是异教的神学 都要什么 做法的 没有做法怎么会做得到 第三 他个人的自尊作祟 为什么我要去你的河 我们的河更美 对吗 我为什么要去越旦河 这么小条 我们新加坡河更大 为什么要这个河 我们黄河长江更厉害 为什么要这个小小的河 实在的 你要叫他谦卑去这些地方 他的个人的自尊 所以为什么要去 他很愤怒 我们想 如果他这样一走了 事情就结束了 他最后死在什么 麻风病的 在麻风病的摧残之下 但是十三节给了他一个转机 我们读 他的仆人进前来 对他说 我父啊 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岂不做吗 何况说你去牧翼而得洁净 这个人很蒙上帝怜悯 他有两个好仆人 一个是那个少女 告诉他 撒玛利亚有先知 然后他来了 他气得要走的时候 这个仆人又见前来 这个仆人都很聪明 都很能干 很了不起 可见他们元帅找的仆人都是好的 元帅府里面要做工的 也一定也一定聪明的 就告诉他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你去不是做吗 这是对的 想想看 如果今天做大事的意思是 如果你病得很重 要得到医治 要到阿尔比斯山 雪山采莲子 用人生熬气气四十九天 然后做很多事情 花很多钱 你会做吗 我跟你讲 很多人会做 为什么 难 难 所以记得 救赎的事情上 人喜欢难如登天的转 人不喜欢轻易如反掌的德 这是人性堕落的最新的结果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你要得救 三贵九寇去五一山朝圣 给神明要多少金子 神明才会显灵 我这世界上的不都在做吗 越难的事情他们又要做 靠头 靠到流血 他们更开心 但是请他在礼拜堂 坐在冷气下 很舒服 耶稣爱你 耶稣为你死 你什么都不用做 相信就可以了 相信就可以了 然后讲完还有饭吃 怎样 你就没有人要轻易的相信 我告诉你 上帝白白的恩典 你不用做任何信就得到了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很多的人就这样这样 失去了 让我们听明白 耶稣的救恩 是神做大的事情 不是人做大的事情 是神自己拆探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 为我们定时在十字架上 很大很难的事情 但是把救恩给我们的时候 就是那么简单 白白的恩典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我们要有智慧 因为神做了很难的事情 我们今天很容易得到救赎 但是人性就是这样可悲 不过好在那个仆人讲的话 这个乃曼怎样 他很谦卑 他就照着神人的话 在越旦河怎么样 木翼气回 圣经说他的肉复原 好像小孩子的肉 他就洁净了 哇 姐妹都很想去啦 从此告别SKT 各种各样的化妆品 洗了七回 好像小孩子的肉 所以乃曼听明白了 他就谦卑下去洗 洗多少次呢 七次 为什么七次 不用想这么多 因为先知说七次就是七次 我常常说 圣经的话讲了就是讲了 你不用怀疑为什么七次的 圣经叫你三次五次七次 你就照着圣经的话 三次五次七次 对吗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 所以我们看见 他就得到医治了好大的神迹 那想一想 这是最后我要讲完的 不然你们留一些东西回家很辛苦 想想这个神迹为什么会发生 因为越旦河 因为他到越旦河洗了七次澡 对不对 但是再想一想 为什么他会去越旦河洗澡 因为先知这样告诉他 对吗 那为什么他会去找先知呢 因为小女孩建议他 对吗 那为什么家里会有个小女孩呢 因为打仗 以色列竟然打败仗 小女孩被掳到 被掳的悲剂 导致乃曼得一致信靠上帝 要讲什么 每天发生的事情 到底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在神那里有他永远的旨意 所以在我们这里 就看你是不是信靠 顺服他了 其实这个小女孩完全可以自杀 绝世天天以泪洗脸 咒诅上帝 在主人的汤里吐口水 但他不是这样 被掳以后他让这个人信靠什么 上帝 所以我们要相信这句话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一处 你要有爱神的心 希望我们都有 这样的心 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 没有掉你的胃口 那你没得了 这是怎么来的 这个手 που是带来的 救援 你 怎麼